其实我听过一句话叫做 staff is the company assets 这个是以前我一个老板告诉我的 很多公司我发现到他们都没有set KPI 然后我也听过KPI这个名字 但是没有很正式的去了解过 今天我第一次来很正式的去学习到 如何set一个有效的KPI 就是如何的去manage我们的staff 如何去经营好管理好我们的所有的资源 因为我是一个会计师 很多时候我都面对着老板问我一个问题 就是要怎么样去set一个bonus的一个solution 怎么样去分配员工的奖励 当我上了这个课之后 我发现到这个系统真的是很有效的 去帮我们做这个有效的管理 at least当我们用着有效的一个budget 然后来分配给不同的员工 能够让他们有得到不同的奖励 就是说让有比较差的performance的 能够得到更大的奖励去怎么样去做好自己 让公司能够得到更大的进步 然后在这个KPI的系统 我们就大概能够正确的了解到 如何的去增加我们的营业额 甚至能够得到更大的一个帮助 来解决员工的问题 就比如说他们的常常有哪边夹 为什么他们的performance会跌 又或者是如何正确的奖励到一些对公司有帮助 有贡献的员工 能够经过这个系统让我们正式的了解到 如何的去经营它 如何的去管理它 当最近马来西亚说着这个工业革命4.0的时候 我们特别是SME Industry 真的的确要懂得如何用这个有效的系统 来帮助我们漫进这个工业革命4.0 特别是在很多华人企业方面都面对了一些问题 就是如何的分配严重的话红与奖励 因为很多华人的企业里面都有着所谓的亲属关系 或者是一般的老臣子跟着打拼的 就是因为没有一个很有效的系统 就是背上他们的服务的年份来分配这个花红 而使到有很多年轻的一代 或者是有年轻的员工们得到有一些不公平的待遇 这个是我看见很多传统华人企业里面所面对的问题 然而当我上了这个认识的这个系统过后 我发觉到这个系统的确能帮这一群的老板们 能够解决这个问题 At Sand Merit, we believe that Together, we create better performance culture 中文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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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